好 那這個小朋友好 那我們要先講一下這個一維的數據分析 什麼叫一維呢 一維基本上來說就是一般的這種XY型的資料 裡面如果你只有看X 例如說我們要去看所有的身高的平均值 或者一些條件 這叫分析一維數據 就是單一的分析一種而已 好 那國中時最常講的就是一些一維的數據 那例如說像重數 國中很常出現重數 重數是什麼意思 全體資料中出現次數最多的一個數字 那你要注意不一定只有一個 例如說22335的話 那這時候重數是幾 2跟幾 3 像這個樣子 那中位數呢 就是第50百分位數 以前有講過的 那這個全距是最大數跟最小數的差 或者是我們可以看的是最大的上限 去減掉最小的下限 好 那再來是四分位數 什麼叫四分位數呢 2557數百分位數 就稱為第一第二或第三四分位數 可以嗎 那Q2就是中位數 第50就是Q2嘛 OK 好 那基本上來說呢 跟前面一樣 如果是整數 就取根下一個平均 如果不是整數 就無條件的近位 那四分位差 就是用Q3-Q1 四分位的差 叫Q3-Q1 可以嗎 好 那下面這個圖呢 接下來是累積次數分配曲線圖 那像這個圖 我們就是累積分配曲線圖一種 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圖的話 我們就直接從這邊來看一下 那這是一個這個考試的累積次數曲線圖 首先我們先去分析一下 這個成績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你觀察這個圖喔 這個累積到40的時候是有50 累積到100的時候是有0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資料你應該可以看出來 他是怎麼唸 他應該是唸怎麼樣 40以下有幾人 有50人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對不起 以上 口誤 40以上會有50人 所以這個圖形如果往下走了 就代表怎麼樣 以上累積 因為這時候如果資料越高 上面的人就會越少 這叫以上累積 可以嗎 這叫以上累積 好 再來 以60分為準 不及格的有幾個人 那這個我們來看 重新開始這個圖 以60分為準 不及格有幾個人 來 這是60分 這是32 代表60以下的人 有32個 那以上有幾個 就用全班的50去剪 剪就好了 這50去剪32 剩下18個人 有18個人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70到80有幾個人 70以上對應到的是20個人 80以上 然後這個線有點歪掉 對應到13個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70到80 是不是從20到13 有幾個人 是不是有7個人 你可以從圖看 或你可以從表格看 來 首先我們來畫成圖表 這個 70分 以上的有這個幾個人 有20個人 那這個時候 80分以上有13個人 80分以上有13個人 那你會發現中間的差距 就是70到80的人 所以算一下就是7個 好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題 分析這個 以上累積次數曲線圖 它就是這個 各個分數 各個累積的幾次 這樣子的圖形 那你要注意 如果圖形往下走 就是以上累積 可以嗎 因為分數越高 以上的會越少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我已經跟你講 它就以下累積 你看圖形是往上升的 好 那你就可以一個個看 10950公里以上有幾個 這你可以看 1.095 用萬公里的單位 是不是有80個 看得出來吧 對應的只有80個 好 那4950呢 30個 30個 不是喔 他問以下的 導致以下 不好意思 那前面這題我們就寫錯了 你要注意是問以上還以下 10950以上有80個 那以下有幾個 以下有80個 以上會有20個 不好意思 剛剛口誤了 我在說一次 第一題 10950以下 有80個 題目說是80個 那以上 全部一改100個 所以扣掉就剩下20個 來 那4950以下有30個 這就簡單了 不好意思 其實都很簡單 那你們自己稍微看一看 那4950以上有幾個 用100去扣嘛 100-30剩下幾個 70個 那中間的資料我們剛剛也看過了 那這個圖表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圖形的趨勢往上升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就叫做什麼 以下累積 因為一個大的數字以下 會越怎麼樣 越多嘛 好 這是以上累積跟以下累積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接下來是一個基本的 這個統計的資料的計算 的練習 他說 某次上課 老師請9位同學拿出 10塊錢硬幣 分別丟10次 並且報告自己值正面的次數 有這一些 那去問平均呢 全具重數4分會差怎麼算 來第一件事情 資料算有小到怎麼樣 要大到大去算 所以有幾呢 2 3 3 再來 2 3 3 5 6 6 6 7 7 有這麼多組資料 那這個平均啊 你們應該會算對不對 這重數幾 重數幾 重數幾 是6 可以嗎 6有三個嗎 那重數數呢 練習算一下好不好 重數數的話來 全部的基礎資料 123456789 9除以2等於4.5 我們就取它的無條件盡位的第五名 第五名是幾 第五名就是我們的6 所以中位數就是6 中位數就是6 像這樣 那四分位據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Q3 9乘上4分之3 27 除以4 7 4 28 7 6 4 26 點多 所以無條經文經維就是第七個 第七個是幾呢 987 就是我們的6 可以嗎 那Q1呢 等於9乘上4分之1 2點多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第三名 那第三名是我們這個3 所以 四分位差 QD或IQR 就等於Q3-Q1 講一個重要的觀念 所有的差 像是四分位差 或全句 都是大減小 所以都是個正數 6-3 就等於3 像這個樣子 OK嗎 那全句就是7-25 全句就是7-25 大概是如此 好 那你們再稍微來看一下這個資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小題 這個第九位同學 是指代幣 也就是說 第二小題也是說 我們要扣除這個 最後一組7的資料 剩下8組 那我就找幾個講就好了 好不好 這個時候 2 資料有誰 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 2 3 3 5 6 6跟7 好 那這8組資料的話 我就看我們的中位數 中位數 中位數就變成8 除以2 哇 小排到大等於4 這時候我們就把第四名數字 再加第五名數字 再除以幾 除以2 來 第四名是5 第五名是6 所以這時候呢 它的中位數就變成幾呢 5 加 6 再 除以2 就是5.5 像這樣子去做整理 那這個就是針對我們的已知的資料 資料 每一組資料都明確的資料 就是這樣算